航母有了?055也有了?我们的海军还缺啥? 中国首艘国产航母已正式开始了它的试航,百年海军梦,金昭德梦源,一声雄魂击旺的鸣笛激起了无数国人的眼泪。 003航母也在紧罗密谷的建造,首艘4万吨航母奶妈已经服役,新一代万吨大驱,055已经有两艘下水,六艘在建。 双座歼15已经首飞成功,为了应对两栖作战,除了追加071的数量以外,还有075,我国第一型两栖攻击舰也已经开工。 2020年前后新一代8万吨级常规动力航母将会下水,蓝水海军的建设按部就班的进行驻。 如今,中国海军还缺啥? 未来我们将会建立一支规模和战斗力都不亚于美国海军的远洋海军。 所以,拥有数量足够多,质量足够好的航母是关键。除此之外还需要有护航舰队。 截止到2020年会建成大约16艘052D,如今已经有近一半服役。 然而,这些052D配备的直升机,大多以国产直9C舰载反潜直升机,和俄质卡28反潜预警直升机为主,无论是作战效费比还是性能,都不尽人意。 美国的配力极区区4200吨,拥有2甲MH-60海鹰。 直20海军型已经试装,距离完成研制工作正是两场还有一段时间。 海军缺少的是高质量大数量的舰载反潜直升机。 055万吨大区虽然已经确定了首批建造8艘,112个垂直发射单元也让国产驱逐舰的火力上升到另一个层次。 同时,这还是中国第一行自开始研制时期就标配公路巡航导弹的驱逐舰。 说它是全能舰,一点也不过分。 但是我们缺少的不仅仅是公路巡航导弹。 按照现有的导弹,112个导弹发射仅只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,也就是装载112发刻型导弹。 红旗16的尺寸太过于大,我们需要一款小直径的舰空导弹。 这对一坑多弹技术来说至关重要,而一坑多弹技术对战斗力的提升也是极其关键的。 目前的航母只有两艘6万吨极华越甲版航母,歼15的战斗力和强大的挂带能力根本就不能完全地发挥。 重载起飞点只有一个,起飞效率太过低。 按理说歼15拥有的挂载能力完全可以做到与歼16相近,但华越甲版严重制约了最大起飞重量。 否则歼15完全能以全重载的方式出击。 要做到这一点,必须要有弹射器,帮助舰载机短时间内加速到起飞速度。 电磁弹射器都有了,舰载机肯定还要往更深一层发展。 好在舰载固定力预警机空镜600已经现身,未来国产弹射式航母也会配备一个中队左右的预警机用于编队预警。 经过升级的歼15B,掀起落架也经过强化。 大约会在2025年,航母战斗群更像硬体就都极其成熟了。 2030年,中国海军的整体战斗力便会与美国海军相等,在某些领域还能超越。 历任WK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。